法白从诚意以来便致力于法治教育的推广 每年也都会进到校园里面进行议题讲座或者是活动 我们知道国高中的青少年处于不稳定的阶段 所以今年我们与新北市政府正封出合作推出 来到异世界的我发现法律比魔法还厉害这本书 为了要配合青少年的喜好 这本书沿用了许多青少年喜欢的元素 像是异世界的题材还有用漫画来带出法律观念 这本书搜集了青少年校园中常出现的法律问题 一共有12篇哦 不只刑事、民事还讲到霸凌、毒品、防治、慧玄等等 我们还邀请食物经验丰富的机关、地检署主任检察官 还有国中老师审定书本内容 除了要有法律观念更要有正确的价值观 所以这本书不只是在讲法律观念 更强调遇到问题时如何做出正确的选择 教大家该怎么做才能够保护自己与他人 像是务实毒品怎么办 可以在IG上乱骂人吗 通到自己私密影像在网络上流传该如何处理 不只是对于青少年 相信对家长、老师也是一本很好的参考书籍 另外法克电台在11月10号上架的节目 加油!中二生!如何防治青少年犯罪 也邀请了机关来介绍关于青少年犯罪防治的主题 欢迎大家收听节目哦 除了出版书之外 新北市政府也很用心搭配这本书 拍了十部法律小剧场短影片 里面都是用中二生熟悉的动漫梗 看到后来都会期待下一集 还会有什么招式出现 另外也有针对书本内容编写法律题库 真的是很完整的教学资源耶 如果大家想看来到异世界的我发现法律比魔法还厉害电子书 以及法律小剧场影片 可以到节目资讯栏的连结 搜寻新北市政府陪伴女生长的网站 这个城是诚实的城 这样子就能够看到更多详细的说明和丰富的资源哦 好吧 开始吧 好 法律归法律 政治归政治 我是归智 我是洛义 我是廷义 今天廷义是我们的特派记者 在现场讲了一句金句 他讲了金句 对 今天廷义受到群众的关注 绝对会上今天晚间新闻头条 对 今天有两个大新闻啦 第一个是蓝白盒啦 第二个就是廷义 哈哈哈哈 太夸张了吧 对啊 观众现在可能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 廷义今天出席清明协主办的 这个2024总统大选青年论坛 对 那在这个青年论坛上面呢 就是出席了两位总统候选人 对 对 一个是贷心的 一个是柯文哲 对 那我们提议就问他的一个问题 那你问柯文哲什么 我 诶 等一下 我问柯文哲什么 哈哈 不就那短短一句 还是不然我帮你播 来来来 我帮你播 对 你用播的好了 来来 我帮你播 帮你播 呃 白色衣服外套 哦 你来穿白色去 没有 那是米色哦 哈哈 我没看仔细 白色力量的白体液 法律百花文运动提问 柯文哲曾经说过 我生平最讨厌三样东西 蚊子 蟑螂 国民党 如今却宣布 我没有料想到大家会欢呼耶 又要知道这不是 我一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普通的问题吧 我们让大家都有提问的时间 如今却宣布与国民党合作 请问是国民党变了 还是你变了 提一个是 帅 来来来 我跟你讲喔 我这一条有答案 我更痛恨民进党 我跟你讲喔 其实我跟你讲 今天实在是 心情很不好 我跟你讲喔 台湾还是有 大概明天喔 拜登跟习近平要见面 我猜啦 不用猜 我知道当中最 关键的题目就是台湾问题 我跟你讲喔 台湾是世界上评估 发生战争最可能的地方 结果乌克兰跟以色列 被认为不是最严重的地方 已经先发生了 我要跟大家讲喔 台湾不是不可能发生战争 它是有风险的 我当然很讨厌国民党啊 蚊子蟑螂国民党 没有错啊 那然后咧 我跟你讲喔 我以前当医生 你知道吗 我更讨厌的病人 我都要不要跟他开刀 有没有问题 好 因为我们没有追问的环节 所以我们就 我允许他追问啊 那你有追问吗 你有追问吗 我没有追问啊 你追问啊 不是啊 我跟你讲是这样啦 我作为一个恶霸家族 我当然不喜欢国民党 但是老实讲 我也蛮难过 我从来都没有想到 民进党怎么会在 墮落的这么快 但是我跟你讲 你换信好了 国民党我会盯着他 没有人盯着他 他一样贪污腐败 如果是我会追问一句 你会追问什么 你会追问什么 庭毅真的是 还是菜鸟 对 我会太菜了 所以我觉得 我都觉得庭毅没有追问 这很可惜 但是我觉得也不能怪他 就是今天这样的表现 很OK 如果是我当场会追问一句 我说你现在更痛恨民进党 但你同时也说 你是228的受难者 国民党在过去228期间 是对人民残害的破坏 是对生命身体 健康的权力的破坏 那我想请问一下 他更痛恨民进党 是因为民进党所做的事情 有比国民党屠杀 台湾人更严重 哇 这个好强 我一定问这件事情 那他一定跟你说 现在国民党跟全不一样 我就看他 我就看他怎么讲 我猜啦 如果是我会怎么追问 第一个是 我没有想到他会回答 那么直接 因为我觉得他之前 都还蛮会散的 就这些这种等级的人 就是不然他 在清德其实都很会散问题 所以我本来以为他 我本来想知道是 他应该就会散 说什么啊我没有想过这句话 或这句话不是这个意思 什么的 没想到他就直接接下来说 对啊张龙人是国民党 还说什么 会好好建筑他什么的 如果是我 我不知道 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会追 我大概会直接追问 就是说 所以你觉得就是比烂的 哪一个比较不烂 你就是哪一个都可以吃 大概就这样 或者说 好如果刚才有太嗆的话 我可能想一下 我可能问说 可是你曾经也说过 民众党跟国民党DNA是不一样的 那在DNA不一样状况底下 讨不讨厌其实并不重要 因为是DNA不一样 所以你认为 在DNA不一样状况底下 你还是会跟他合作 这个好 这个问题这个方向不错 确实这个很吃反应力 所以没关系 就是 如果追问 没有问得更厉害的 反而就弱掉了 所以如果没有想到就不要问 我觉得提议很赞 其实我本来也有想到 就是 是不是应该准备第二个问题 然后可能跟转型阵营有关 但我想了一下 我好像没有办法太 用简短的方式问出来 所以就算了 但你的心态是对的 我跟你讲永远都要准备 可能的突发状况 对对对对对 就是一定要有第二层问题 是第三层问题 就大概百分之九十的几率用不到 但是那个百分之十出现的时候 那就是一个黄金 黄金时刻就来了 我人生就是为了百分之十准备 十年磨一剑 十年磨一剑 对啊一碗黄泉水 一碗乳酪饭 走进金华酒店 就是今天这一刻 没错 没错 好啦我们今天就是因为 我们派提议去听这个 青年面试官青年论坛 青年面试官 他是这个嘛 台湾青年民主协会 对清明协所举办的 对其实还有Nonews啦 还有Nonews 对他们合办 合办合办 他们就邀请他们邀请两位 他们本来邀请全部的中总候选人来 但头友宜拒绝出席 头友宜拒绝出席 大概也猜到原页了 嗯 就不用来了嘛 哈哈哈 就你觉得他还会在吗 我我我我打中心你觉得就是 你你你你你你你记不记得 你一开始一直问我蓝白会不会合 你一直你还记得我回答什么 不会合 我说不知道 我一直说不知道 我说理论上是不会合 对 但实际上我不知道 啊概念是闪问题高手耶 不是 你跟柯文哲赖心得什么两样 不是 你就是讲了一个没有回答问题的东西 理论上DNA不一样啊 对 然后你合很好笑啊 对 你的打的蓝白蓝绿一样烂 结果你跟烂的合作 那哪有一样烂 他现在答案给你啊 因为绿更烂啊 那 对 他只是说更讨厌 他并没有说民进党更烂啊 你帮他说人解智 你也掌握到务实的精神 对而且 那你就不要跟我讲蓝绿一样烂嘛 对不对 对就是就是你一开始就跟我讲说 我觉得民进党更烂 OK 对啊就是他们的核心价值就是蓝绿一样烂嘛 他妈呀就是这样子 对啊 蓝绿 所以我说不知道原因是因为 我觉得柯文哲就是没有心中没有核心价值的人啊 所以什么样调整都可以啊 我觉得怎么样的调整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所以我才说不知道 我只是说理论上不应该合 对理论上不应该 但实际上他会怎么调整我不知道 好啦今天早上 因为录音的今天早上就是蓝白 就终于要合作了嘛 确定了 要比民调 就是他们要从 应该是16号跟17号的民调 对 然后反正各家媒体都会做 他们就从各家媒体 对 什么智库这一类的 然后去搜集 搜集 然后国民党跟民众党自己会做内参民调 对 所以内参民调就 按照这个民调结果 哪一份民调 谁比较高 谁就得一分 对 误差值之内的话 算侯友宜得分 对 就是打篮球先让你6分 那种概念 对 我必须讲 我觉得国民党 你不看好国民党 谁看好啊 等一下 就是民调一路走来 侯友宜几乎没有超过柯文哲够 他顶多都拉平 然后可能稍微翻转一下 然后又会下去 是 我觉得就是国民党 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实在是有点悲惨 我觉得有点悲惨 我觉得台湾也很悲惨 怎么说 怎么说 就是这才堕落啊 他们党堕落是他们党的事啊 我先讲 我觉得国民党再怎么样 都是台湾的第二大党 第一大党 曾经是第一大党 然后曾经有这么多执政经验 然后现在 不跟柯文哲这种 义军串起的黑马 合作 然后就完全没有 他就完全没有舞台 对 所以国民党 我自己觉得国民党 接下来就是会欺民党化 就是他就碰就不见了 我觉得不会 我觉得不会 好你说为什么 我觉得没那么容易啊 国民党地方派系的那个强韧程度 那个韧性的程度 不是我们能想象的 他这个东西 我觉得 就会接下来被柯文哲 一点一滴的 一点一滴的就是蚕食经吞 我觉得没那么容易 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就是 这当然就是预测啦 因为 当然他没有那么容易 但我觉得柯文哲 打的这个算盘就是这样 一步一步 他当然是 他要蚕食经吞国民党 来跟民进党对抗 对啊 就是他把国民党整个吃下来嘛 国民党就 变成民众党的附水组织 大家就变成这样的概念 对 那就是接下来看这件事情 会不会成功 那我自己是觉得 时代在前进啦 地方派系什么的 那些人会越来越老 嗯 可是柯文哲在年轻世代的 职声量是很高的 对 所以我觉得时间的因素 然后加上 他本来就高冷气嘛 而且我觉得蓝白会合 蓝白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变成将后又要请鸡排 对 然后大家可以准备吃鸡排 我们为了这个吃鸡排 我们要讨论 还有在讨论说 又要办这个活动 就大家来活动吃鸡排这样子 因为他说蓝白会合嘛 他觉得蓝白一定会合 我们都觉得蓝白不会合 好 那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那既然走到 今天这个样子的话 我觉得时间的因素 时间的因素自然会 太快换掉 比较老的 真的想法比较老的一群人 那国民党的地方派系 他就是被比较老的人把持 对 那这个时间加上 时间的 这个时间 然后加上柯文哲 他本来就有高冷气 那就看他接下来 有没有其他的盘算 他一定有其他盘算 然后我觉得国民党的人 打不过他 所以我觉得时间的因素是 是关键啊 我自己是觉得 嗯 把国民党消灭掉这工作 就要在柯文哲手上完成 对啊 有没有其他的 洛伊露出了一个 五味杂陈的脸 五味杂陈 最终还是你讨厌的人 做到了你做不到的事 对啊 只要跟我最深爱的人 总是伤我 却是最深是一样的道理 唉 我觉得 连马英九都出来 你看连马英九都出来 最后会弄蓝白盒 感觉就是马英九出来 我跟你讲 马英九办公室主任 萧信主任 前阵才到中国去 嗯 中国回来之后 然后马英九就缩权民调 然后就促成今天这件事情 不觉得听起来很诡异吗 毛骨悚然吗 但是没有实证啊 我知道没有实证啊 我现在是念新闻所得 没有办法讲这种 没有办法讲这种 我就觉得毛骨悚然啊 对啊 你不觉得吗 为什么你的办公室主任从中国回来就变成这个样子 那 ok 你就是中国国民党跟民众党加起来对付民进党 他看起来就是要这样啊 对啊 实际上就是这样啊 那先撇开嘛 就是政党跟政党合作本身没有错啦 没有没有没有 这没有问题啊 对啊 很多国家都有这种例子啊 英国有没有 德国有没有 都有啊 都有啊 就政党跟政党合作去干掉那个比较大政党 但这也有脉络在的啦 因为德国跟英国都是内阁制 对所以他们容易没有办法过半 所以没有办法执政 所以他们是选完之后才要跟对方合作 比如说之前的英国的保守党就选完之后跟 自由党还是自民党 应该自由党嘛 就是跟他合作这样子 然后联合执政这样子 然后或者说梅克尔 梅克尔他执政那么久 其实也是三个政党 右派政党加起来的执政联盟 他也不是单独过半的 他是什么基督教什么什么什么民主的什么政党 但他也是三个政党合起来的 好啦有趣啦 有趣啦 作为一个新闻人 看到时事往这种方向发展 总是会觉得比较兴奋 这样才有东西可以做 我悲观看待 你觉得他们合之后 赖青者选不上了 我觉得赖青者选上基于一定是下降 那他们选上之后 台湾的政党一定会混乱 一定会混乱 我跟以克文的个性 一定会跟国民党闹翻 那听你怎么看 我这个问题我目前还没有什么样想法 那我可以提供一个在现场的提问 就是在问这个问题 OK 对 现场提问就是说 他就问柯文哲说 你之前说 你之前说这个 可能要组成联合政府 那你要怎么 你要怎么处理跟国民党理念上的差距 这样 他就问这个问题 柯文哲就直接回他说 我不知道 怎么样 满意吗 等一下 原文吗 什么 你说原文哪一部分 他原文就讲我不知道吗 他有讲我不知道 这个四个字 他听说他 我看媒体说 就是他演讲到一半还接电话 对 我想说这是双三小啊 但是赖青者 早退这件事情 我也觉得不OK 因为其实今天在现场 跟我就是有密切的联络 就跟我说现场发生什么事 然后他就跟我说赖青者早退 然后柯文哲迟到 我就说干这两个人 迟到早退 对 我说明一下 就赖青者那个环节 提问的那个QA环节 理论上应该要有60分钟 但他只进行了45分钟 所以总共只问了三题 他只回答三个问题 就现场提问 提问环节45分钟被缩转成10分钟 被缩转 什么意思 被缩转成15分钟 提问环节总共有60分钟 他应该要先回答 就是NGO的预先你好的问题五题 然后接下来是现场提问时间 然后现场提问呢 他只回答了三题 他就走了 所以只待了45分钟 所以他就是硬生生给人家砍了15分钟 对他就走 你看我觉得就是赖青德 我觉得他 我就觉得他接下来选局 应该就是会选不上的原因 就是 就是他们 就是 我觉得 我觉得再怎么样 就是柯文哲就是会比较会表演 嗯 因为柯文哲非常知道什么舞台 要做什么事情 对 那赖青德看起来就是他连这个舞台都不要 嗯 对啊你说这样子的人会选得上吗 我今天跟各位传讯 就是 就传给他一张照片 那个是赖青德看起来脸超臭的照片 对啊 对 因为他拍了一张现场上面给我看 因为 要踩一些画面 对对 然后我们想说要做一些贴文 我就说赖青德的脸一副就是 我是谁我什么在这里 哈哈 然后我就说反正 我就说他早退一定是因为 反正你们都会抖给我 哈哈哈哈 欸我们现在是认真这样想 我觉得 没有 我觉得很不ok 我觉得 我觉得 就算他没有这样想 他也不应该早退 我也不知道现在郭台铭怎么样 但我觉得现在赖克霞一定很 觉得很靠北 哈哈哈哈 我他妈放弃美国籍 哈哈哈哈 连鼠破90万 你各位要说我不选 哈哈哈哈 我的干拎老师欸 哈哈哈哈 林月珍被玩弄 对啊 哈哈 啊 与珍同行 就大概到十一月底就没有了 哎所以搞不好到最后 就只有两组参选了 好我们来听一下 华人的历史 包括在台湾的历史 我从来没有联合政府 我们从来没有联合政府的经验 我们不像芬蘭 或者是 或者是什么 葡萄牙 这个是这样啦 你问我说会怎样 我现在告诉你 我也不知道 因为从来没做过 但是为什么 我还是决定要推动 其实我在半年前就开始讲联合政府 因为我估计 下一届的政府 会三郎不够半 在立法院 所以是这样啦 常常是这样 如果历史上它永远不会出现 那你也不用烦恼 可是当你发现 国会会三郎不够半 你就要开始思考说 那这个国家怎么 刚好会三郎不够半 所以开始联合政府 我跟你讲 一定会吵架的 只是说我们要开始学会 包容 所以你看看我这次的口号 学习跟蟑螂我只相同 我会想讲 共融社会国家治理 共融inclusive 我很讨厌你 可是我可以跟你工作 我们一直没有建立这种文化 很会讲 怎么样 很会讲 我必须说 我觉得柯文哲真的非常会讲 他讲得很好 对不对 我觉得他讲得很好 他很会讲 然后讲的也没有错 讲的都是很好的东西 所以我现在已经做好 柯文哲会当选准备了 此刻我要跟观众讲 我也觉得柯文哲会当选 我开始觉得柯文哲会当选 但是我觉得柯文哲会当选 我们还是可以用力骂他 因为我觉得柯文哲的特色 就是他不怕你骂 因为他太 我觉得柯文哲 给我的感觉 我访问过他 我觉得柯文哲给我感觉 就是反正你就骂 因为他觉得 我的意思是 我觉得他 他觉得他非常聪明 所以他 他没在插小你 他不理你啊 他不是我 我又没他那么聪明 我又那么敏感的人 你看柯文哲超玻璃心的 对啊 那个留言只要来几个骂的 柯文哲就会回家痛哭两天 偷偷难过 不至于 但我觉得要看 但柯文哲会往心里去 要看骂什么事情 如果那件事情 我是百分之百确定我是对的 我就没在怕的 对 但是前提是他过我心里那一关 是百分之百的 所以很多东西 你没有百分之百觉得是对的 你还是会讲出来 对对对 因为有时候你 你不可能每件事情都百分之百确定 你才会讲 那能讲的事情 那就很少啊 所以你没有非常相信 你自己讲的东西 可能60%相信 或70%相信 我就会讲啊 可是如果他骂了那30% 他骂的有点道理 我就会觉得干 其实有点难过 他讲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我是因为我 好因为我的个性本来就容易 妥协跟退啊 那你会跟他一样 柯文哲 你跟柯文哲一样 干 原来我是打牌最强柯文哲的人 你知道吗 所以蟑螂蚊子你可以 我不喜欢你 但我要跟你合作 蟑螂蚊蚊子加减可以忍耐 我生气但我要跟你合作 干这就是我啊 对耶 对啊 你问整个公司 共荣法白 谁最好相处 一定是我啊 这是洛亦是最好相处的 所以洛亦就是 你叫他干嘛就干嘛 他居然不喜欢 他也会吞下去做 对 我这是柯文哲 干嘛 不可能 好啦 所以刚刚提议讲的就是 后面还有蓝白盒这一题 未来怎么合作 柯文哲说他不知道 但是要共荣包容 组联合政府 他讲得很好 我必须坦白讲 他这句话真的讲得很好 因为我觉得三党不过半 应该就是确定的事情 我不觉得民进党可以过半 然后国民党更不用讲 国民党现在要成为 我觉得国民党也会变第三势力 我就不会 你就不会吗 我觉得国民党应该是第一大党 但会不会过半我不知道 然后再来民进党 然后再来民众党 你觉得国会里面最大党 会是国民党 对我觉得会 我要听各位观众 你就是悲哀的开始 你觉得国民党的旗次又会再上来 会 而且会比民进党多 会 你悲观到这种程度 我不敢相信 对我 我还是觉得民进党会比较多 然后国民党第二 民党第三 可是国民党跟民众的加起来 会超过民进党 所以民进党就会 国民党跟民众的加起来 一定超过民进党 对这重点就是国民党跟民进党是比较多 一定是国民党 你觉得会掉这么多 一定会 一定会 你为什么会这样觉得 我就是这样觉得 你没有道理 我没有道理 我感觉就是这样子 你比我 你真的是比我悲观很多 我本来就是悲观的人 我这31年来 我都是悲观的这样过的 每一天 你过得好痛苦 我过得很痛苦 我就是个悲观的人 我凡事都是做好最坏的打算 在准备每一件事情 OK 这就是我的个性 那肉依你 那庭义咧 我其实也是悲观的人 但我没有悲观成这样 我自己感觉 也是体感上 比较像贵姿那个样子 对啊 就我觉得 就是民众党吃掉国民党的比例 我自己预估上会觉得说 那个吃的蛮多的 没有那个是 我跟你讲 那是不分区 不分区吃来吃去 不会差几席啊 真的喔 不分区才34席 怎么分都不会差太多啦 关键是分区 国民党会大胜 国民党会输很惨 你觉得 你意思是说 县市首长那一次 会在分区立委上演 对 就一片岛都是 YES 你们刚才讲的是不分区 我就反驳 不分区不会差到哪里去 不分区就34席嘛 对不对 不会差到哪里去 顶多大概就1313 然后1313 然后1313 就26了嘛 然后民众长9好了 好我们就抓这样子 我随便乱估的 可是不会差到哪里去啊 重点是分区耶 分区民众长不用玩 一定是国民党赢啊 对啊 所以我很悲观啦 对坦白讲 对分区民进党的选情 也这么不乐观 不乐观啊 绝对不乐观啊 绝对不乐观 我觉得蓝白河 可能对民进 如果对民进党的质值来说 蓝白河可能会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警讯 所以我觉得号召 民进党的号召率可能更强 因为前面的民调 还能更强 观察啊 如果蓝白河之后变成对决 赛清德民调 却又一直上不去的话 那就是 那就完蛋了 因为行列之前都是 三个人嘛 或四个人嘛 那赛清德就是 就是占有那个优势 就是他们两个分裂 对 他们两个分裂之下 他就是做第一个优势 那现在没有 没有对方分裂优势之后 自己的支持者 本来比较中间偏绿的 有没有感到忧心 我觉得这就是重点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有没有办法促成这个绿营的号召力 那如果绿营 完全没有号召的动能的话 那我觉得就是绿营要反省 为什么中间选民全部跑掉 对啊 因为我觉得 对我来讲 选举的重点 从来就不是中间选民 我自己想要是这样 选举的是 就是 你把你的选 你的选民动员出来多少 我的意思就是 中间选民也 你号召不出来 你没有办法把那些 潜绿 潜潜绿 潜潜潜潜绿 对对对 叫出来 我认为没有真正中间选民 所以我认为就是 就是你讲号召 号召程度 对 升绿一定会出来投票 但你能不能号召出 潜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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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 对 然后比如蔡英文上次 因为韩国瑜的关心有嘛 韩国瑜号召出来 潜潜潜潜绿投蔡英文 那大家太害怕韩国瑜当选 这实话是这样 好 我觉得 我就是这样看待的 我觉得明年就是 不管是柯侯配 还是侯科配 就一定是那个选项获胜 然后国民党会是国会最大的党 这就是我现在 此时此刻的预测 这边补一下 那柯侯配之后 升蓝 升升升蓝 升升蓝 可能会跑掉一些 然后 升白 就是很讨厌国民党的白 也可能跑掉一些 对 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在对赌 到底是 一来一往之后 变怎么样 到底是 还是 反正就是 流失掉的没有很少 可是加了更多 嗯 还是流失掉更多 然后加的却没有补回来 我觉得这课文在算的东西 那我自己觉得啦 应该会是 增加比较多 嗯 就是流失掉的可能没有那么多 那气势会上来啊 我自己觉得 糟糕咯 哈哈哈 欸我们节目还是秉持一个 外观中立的一个 哈哈 外观客观的一个 我 开玩笑了 我的中立是在我对自由民主 宪政秩序的捍卫 在价值上面是客观的 嗯 那今天的论坛 他们都讲什么事情 哦 今天论坛哦 我自己觉得 先讲赖清德好了 就赖清德的话 他给我的感觉就像是 他好像参加过很多场这样的活动 都报告一样的东西 这也蛮合理的啊其实 对啊 是合理啦 但是就是 他有时候背稿会 那个感觉有点太明显 就是背稿 他甚至有一段背到 就是他讲完一段哦 要讲下一段 结果突然开始讲刚刚那一段的开头 哈哈哈哈 你累了吧 哈哈哈哈 我就想说 嗯 所以他讲的东西应该就是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完整的报告 嗯 对就是如果你要讲一个 要讲一个 四评八文 然后 简单来讲就是在我们节目上讲的东西一模一样 我其实没有听那一集 你竟然没有听我自己节目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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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你听到什么 我听到了 嗯 哈 可是我听到我觉得 其实都蛮无聊的 那还是要讲啊 无聊也是要 无聊也要接受选民检验啊 我觉得赖清德今天没有办法当行 如果是他太无聊 他就要检讨 好啦我自己觉得 他自己 他自己有讲的东西 我觉得比较糟糕 就是真的是糟糕 因为有 有现场有个 现场提问嘛 有个大学生就说 他自己是北漂大学生 然后要申请那个租屋补助 就大家可能有听过就是 那个什么 内政部什么大规模租屋补助 那个政策 我知道啊 租屋补助害了我一辈子 哈哈哈 一辈子 就是因为我 因为我帮我朋友申请租屋补助 就他结果 后来他被房东赶出去 嗯 真的被赶出去 那时候 就是我们也没有想到会变这样 就是因为我们帮他申请租屋补助之后呢 那个房东被追随 房东一气制下 就不跟他续约了 然后就被赶出去了 所以就紧急 所以那时候他紧急帮他找其他房子 你看 因为我本来是一片好意跟他说 有租屋补助可以申请 然后他就开心去申请 然后一个月拿到4000 那个对一个北漂的人来说 当然是很大的帮忙 对 因为我就被赶出去了你看 所以我一直对租屋补助这个政策 我是嗤之以鼻 因为我觉得这实在是太荒唐 所以他执行率很低啊 对 他执行率非常低 因为实际上不会有人去申请 因为没有人要被赶出去啊 如果当大家都申请的话 房租就涨了 对啊 有些房东就是好想去申请啊 对 所以我对租屋补助就是 反正我觉得这个吃之以鼻 我对他是吃之以鼻的政策 反正现场大学生他就问这个问题 就是说 他就问的很简单 因为他被房东禁止 申请租屋补助 直接说就是不准去申请 然后他就问说这个政策 是不是看得到吃不到 其实这个 这个应该还算好回答吧 这应该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这个就是要虚心的认错 但他 我觉得他不算难回答 那就是政策方向就是有问题 那他怎么回答 他怎么回答呢 他就先回答说 他前面有提过说 这个内政部有这个税负减免 跟补贴的配套措施 好先讲这个 那超级没有用的啊 这个就是前面他报告的时候 已经讲过的内容 我觉得 重复一次 算是普通的回答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如果房客去申请补贴的话 房东他在 因为房东有租赁的收入 他年度所得税 就5月那个报税季的时候 他所得 他所得会增加一个租赁收入 那内政部就是配套就是 如果你让房客申请补贴的话 那你的所得税 在租赁这一块 可以有一些相对应的减免 但房东一毛钱就不想缴啊 你给他减免什么屁用 没错 还有另外一个 还有另外一个配套是那个土地税啊 他是说可以比照那个 自用住宅 来客税 不是他现在有很多 我不知道 现在不是有很多就是房东 你连他是房东都不知道 你以为那个房子是自用住宅 但他其实是租出去的 简单来讲 就是你把房子租出去给别人住之后呢 这个房子的税率 他会变成另外一个 因为自用住宅税率是最便宜的 然后其他会变贵 所以如果你让房客申请补贴的话 那你这个房子就继续用 自用住宅房子课税 那回到重点啊 房东就是一毛钱都不想缴啊 像我之前房东就是跟我讲说 就是他觉得这个政策很糟 就是因为 我就算就是让你申请好了 我用自用住宅好像没有变嘛 那个税好像没有变嘛 那假设你搬走勒 那你搬走之后 我这个从此以后都变成是 这个地方就是已经被认定是 租出去的房子了 他就已经不是用自用住宅的税负了 就变成房东要自己举证 他搬回来住啊 怎么可能 对啊他怎么可能去举证这件事情 反正他就是 这个同学 赖清德就是回应 就是说有配套措施嘛 然后他接下来说就是 我建议你试着试看看好不好 回去跟你的房东说有配套措施 然后看他的反应如何 因为我也很想知道 当房东知道这些情况的时候 他会不会从反对改为赞成 那如果他还反对 原因是在哪里 我们愿意再来解决 你看 这什么 这什么狗屁的东西 他整段内容 整段内容 就是他虽然口头上讲是 他愿意解决这个问题 可是会让人 很容易被解读成就是 那你其实就不知道这个政策 就是你不知道这个政策是没有用 对啊 这你不知道就是房东的症结点到底在哪 嗯 就是会反而就是你回答了 还显现出你对于 房屋房价高或者是租金很高这件事情 然后年轻人找不到房子 住的这件事情 你想不到解决办法 嗯 没错 你对他就把他对整个租赁市场 租 呃住宅租赁 要怎么讲 John 因为不是营业用的 突然想不起来 反正就是你对那种 你对这种租赁市场 而且这个是住宅用的租赁市场 完全不了解嘛 住宅是用的住宅的租赁市场 他现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的黑数太多 因为没有人要出来申报 比如说我搬进去之后 房东不让我设户籍 房东不让我报税等等的 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 你后面给再多都没有用 像我刚刚一查 审计部的报告就说 去年的300亿租金补贴 持续率只有55.74% 所以大傻币傻300亿 实际上大家还不去拿 混金就是拿不到 这是一个典型没有用的政策 对啊 不觉得很气吗 反正就讲到租金这个东西 注定市场这件事我很有感 我很有感 嗯 我也蛮同意坦白讲 对 我觉得回答很不妥 其实他最后就是 他回答这个问题 其实是表现出他 他有表现出他的诚意 因为他最后面还补一句说 我会请我的助理联络你 就是想要了解你的问题 但我觉得就是 真的会联络吗 好 联络啊 这是一回事啊 这是一回事 就算你联络了又如何 你解决了他一个问题 你这个整个回答已经 就是曝露出你的弱点 又如何 好 赖清德助理去跟房东联络 说赖清德请你 同意圣经补贴 干 这 然后他就被赶出去 对啊 房东联络说 那叫赖清德来搅睡啊 干 不然这是什么跟什么嘛 对啊 对啊 我是觉得他 整场下来 就是四评八文 结果在 这是最后一题 最后一个现场提问 那四评八文的部分 出纰漏 四评八文的部分 我看一下 我觉得都 无聊到廷义不想讲 你看 我看因为 廷义有做足字稿 类足字稿 类足字稿 我看一下看也是蛮无聊的 对啊 所以年轻人会喜欢柯文哲 这其实是蛮合理的一件事情 因为柯文哲的话 就是会打动人心 对啊 就有趣多啦 我唯一觉得他比较厉害的地方 是那个 因为那个提问 提问那个什么 哎干 忽然觉得好像不厉害了 我还是 我还是讲一下 就是租赁市场 有很多需要改革的地方 但这个补贴是错的啦 就是他帮不到忙而已 以后有机会再来聊这个问题 施改慧其实有提问那个 就是现在诈骗 那个什么 电信诈骗吧 对啊 电信诈骗很多啊 他就来跟你说 那个 哎 现在这种诈骗啊 那个 呃呃呃呃 现在可能就你收到一个简讯啊 然后跟你说你罚单没有 噢对对对对对对 点进去大家傻傻 就填了一些自己的个资 对 然后就同时成为诈骗的对象 对 对啊 像这种超多的 嗯嗯 反正施改慧就是 就是提问说 有没有什么样的解决方式 嗯 然后赖清德就是回应那个 其中一个回应啊 就是说立法院通过打炸武法这样子 然后他有把那个武法背出来 哈哈哈哈 我觉得这个很厉害啊 但我觉得 这个我后来想一想 干是不是主办单位 其实有泄题啊 没有我觉得背 没有没有没有 我觉得以他们这种政治的来讲 背下来不难 这是基本功 对 他一定要知道自己政府做什么啊 你看租金补贴他讲得出来啊 对啊 可是他那个证券 投资信托什么顾问法 他背得出来 我觉得基本功啊 这是基本功啊 第一个幕僚 幕僚一定都会帮他准备各式各样资料嘛 然后这些资料 哪一题要怎么回答 哪一题怎么回答 对 一定都是先say好的 对 柯文哲也是啊 你那一题 他就直接说 啊这题我有答案 我更讨厌民进党 嗯 对啊那一定也是 他们一定 一定有想过 一定 迟早也会遇到这一题 对 厉害 嗯 所以怎样你觉得 那柯文哲的部分 柯文哲的部分啊 柯文哲的部分 干柯文哲的部分 因为我们还是要持平的讨论 哦持平讨论是不是 你随便讲三个 我觉得最重要还是两岸啦 嗯 就是两岸部分 他算是内容讲最多的 嗯 对他是 因为有个提问就是 啊金 金 金明脸 他提问就是说 你会不会签 和平协议跟 跟那个 重启服貌 嗯 然后赖清德就直接回答说 所有人后 所有候选人中 只有我 对这两题的答案都是否定 对 他就开始讲 就是反正签和平协议 重启服貌 你都要接受 一个中国原则 跟九二共识 除了这些价值论述以外 他也有举实际上的数字啊 南韩 FTA 对那他举南韩 这个 有猜到你看 哈哈哈哈 还有什么 他举实 举实际数字是那个 2011年到2021年 对中国投资 嗯 从146亿降低到 剩下50亿 嗯 然后对整个印太地区的 这个投资 已经在 2021年的时候 已经超过50亿 所以他用这个方式去论述说 这个 整个 台湾的 投资的资金 台湾对外投资吗 对台湾对外投资的那个 资金额度 就是这个占比 他已经 重点已经转向 转向整个印太 所以中国是从多少降到多少 146亿美金 嗯 降到2021年的50亿 嗯 对 那另外一个 他还有讲说农产品的销售 就是说 你说海外 中国以外是 也是变50亿 嗯 他讲印太地区 印太地区 整体是50亿 对超过50亿 可是看减少的 没有变成增加的啊 嗯 数学上下之后 那 那 那 前去哪了 对不对 对啊 哈哈 这个我 这个我没有细查啊 这是他就讲这样的内容 完蛋了 这集播出之后 还被打骂死了 哈哈哈哈 他很会讲slogan 什么 他很会讲slogan 他说 与其依赖中国 不如信赖台湾 我其实觉得那个 但我觉得这个赞 这个赞 但是他从前面那个中国的两岸的议题 签到这个slogan的时候 我觉得转的其实蛮硬的 就他有一种 先深呼吸 再讲slogan的感觉 OK 一定是幕僚跟他说 你一定要想办法say这句话 就是punch line要出来 对啊 我觉得整体上 就是报告啦 就是做的蛮好的一个报告 但我真的 就是他东西就是 除非你跟他已经有同样的一个价值观 或是你已经非常的买单 就是这些买这些说法 也非常熟悉这些脉络 不然这些东西不是很动人啊 嗯 确实不适应人啊 对啊 今天 今天洛益可能很觉得他讲是对的 是因为洛益本来就很 很知道他们的论述 以及他们论是背后知识 所以洛益形成的一个世界观 就是会觉得他讲的是对的 但是就是 你不要打动 就不会被他打动 但我要问一件事情 当你看到柯文哲跟蔡振元 跟邱益站在一起的时候 谁会被他打动 蔡振元 年轻选民们 你会被他打动吗 邱益是希望中国武统台湾的人耶 他说 哦 这个 他说邱益 他说邱益就是帮他弄了一个 弄一个场 然后他就说 反正你不花钱就去了 因为这题有人问过了 那蔡振元呢 对啊 就是 你懂吗 我不行耶 我都想到第一个反应是 哦所以不花钱你都可以去 对啊 就是我 我不行 那你看 所以柯文哲的回答永远就是这个 嗯 啊病人帮 医生帮病人开刀 再怎么讨厌他 我都帮他开刀 对 所以他就说 啊邱益这种人我也去给他治疗治疗 他最后都变这样 然后赖 我们现在有一个无聊赖清德 对 那我们有一个 有趣的柯文哲 那听到柯文哲讲了什么 刚我跟你讲 柯文哲讲的内容 我真的是 打半句吧 我就停下来很久 因为我真的听不懂他到底要讲什么 你试着想想看 你看 我真的头很痛 我们那次访问 嗯 又有类似的状况 对啊 对啊 哦 就是他讲的话需要 花很多时间想 他到底想要讲什么 嗯 因为他真的太聪明了 他都 他会 他会把东西拉走 我先看一下 你先讲 我 你先讲 我上厕所 本集节目广告 由法律白话文运动赞助播出 好了 不要闹了 因为我们这一次要来跟大家介绍 我们法白的最新企划 人犬白话文 法白现在有非常多的Podcast节目 由我们现在正在收听的法科电台 还有洛逸的洛逸不绝 还有我们顶欲单纲的召唤法力 那人犬白话文是我们的最新计划 我们找了许多领域的学者 还有NGO团体 和他们一起来来看 许多你可能听过 但其实你不知道的人犬议题 例如说 你知道心理健康竟然也是人犬吗 常常在新闻看到了 勾约到底在讲什么呢 节目现在已经上线5G 大家赶快去听 如果听不过瘾的话 我们人犬白话文 还有IG跟脸书 同样欢迎大家订阅追踪 一起来看看我们法白制作的有趣内容哦 我真的觉得 就是柯文哲讲这场 就是真的很柯文哲 就是你知道那种 就整场活动下来 有失言的地方 对 也有那种濱临失言 然后又悬崖热马 突然把它拉回来的地方 然后也有的东西 甚至我觉得有的东西 其实是有内容的 嗯 但是就是就一部分 但剩下的部分就是你会 不知道他到底要讲什么 他提议说 提议说 救回来吗 有真的都救回来吗 也没有每次都救回来啊 而且你看柯文哲的失言 从来都不会让他掉分 会吗 柯文哲的失言一直都在帮他加分 女生上街要化妆 不然吓死人 他的支持者就吃这一套啊 他支持者吃这一套啊 没有念高中的人都会吸毒 对 没有念高中的人比较容易吸毒 好我跟着没有念高中的人比较容易吸毒 数据 他那天是这样讲 对啊 数据是 他说数据就是这样子啊 对 那你说他的话 这是一个好的话 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话 就是 很歧视的话 对很歧视的话 所以他支持者会认为这理所当然 对可是你看他支持者就买单 我觉得这是台湾的现况 台湾的现况就是 我们的民众有 我们民众可能有 还是有很多数的人 他没有像我们三个这样子 把重要的人权价值 放在心上 但这也不能怪他们嘛 因为每个人学的事情不太一样 对啊 所以我觉得就是需要更努力的事情啦 对啊 我觉得你讲 刚刚那个吸毒的那一题 其实现场提问也有一个 也有一个学生提问 这个这么重要的新闻不报 报那个蟑螂 保守跟党 哈哈哈哈 被我抢走了 我们在去之前呢 昨天晚上不是就吃麻辣菇吗 就是我跟 我跟提议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法白的女生 就是我们一路走到捷运站 我就跟他说明天的目标就是 讲一个问题 嗯 成为金句 然后让媒体疯传 如果成功的话 我们这一次就成功了 对 成功了你看 你还被剪成 Shorts的首页 哈哈哈哈 干可是就只有两家 应该只有两家吧 只有写我们名字啊 现在中时 三立 民事 然后 TPBS 嗯 Nonews 就出来了 等下更多啦 有吗有吗 有写我们 有写我们的 目前有看到是中时 还有Nonews Nonews有写 还有亚呼 是故意的 我是觉得还好 因为其他媒体都写学生 嗯 就其他媒体可能没有太 细久 没有太细久 反正本来就是学生在问问题的嘛 对 我觉得那倒还好啦 我觉得就是 就是要去抓一个感觉就是 怎么样去知道 大家想要听的东西 嗯 因为我们不能法律 法律法官不能一直都只讲自己爽的 我们一定要找到就是一个方式是 他讲了之后大家会想听 嗯 那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那个问题是有意义的 那个就是要去检验这个人的诚信 因为你自己曾经这么讨厌国民党 那你现在却要跟他合作 那你一定要有一个好的解释 对啊 转变没有不行 对 但是你的理由是什么 对啊 就今天问他这一题 并不是要刻意找他麻烦给他难看 是想要知道你为什么转变 所以那一题 Tell me why 所以看那一题你就问得很好啊 你是说是国民党变的还是你变的还是你变的 但他没有正面回答 但实际上就是他变了 他变了 他就是他变了 他变的没有那么讨厌国民党 只是因为出现一个更烂的民进党 其实我觉得他没有变 我觉得他没有变 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对他的误会 好 嗯 那柯文哲讲了什么 柯文哲对我们的年轻学子 他发表什么 我觉得他 我觉得他那一场 那一题现场提问其实 回应得不错 吸毒这一题 对我觉得可以听一下 好 听听看 哦 你说现在播吗 对 用播的 哦 用播的好 柯主席好 对 那我要问的问题是关于 刚刚有讲到那个大学 私立大学那个 呃 那个补助其实看起来你是反对的 那你对于这种问题 你有什么对策跟方法 然后他的第二题是关于前几天 就是你有讲到那个什么 偏向跟弱势的那个言论 其实我觉得蛮奇怪 但是就是柯伴有出来就是回应 那我想说为了不要误解你的话 还是让你自白一下 对 谢谢 我跟你讲 柯伴的回答我不晓得 念了一大堆 跟产业无关的 你刚才说我什么什么偏向 这边 什么什么 我跟你讲 柯伴的回答我不晓得 他回答什么 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讲错什么 赶快 呃 关于弱势那个 你就是有讲到那个 呃 居然说应该是说 你说他觉得就是那个 呃 毒品犯的那个什么 几倍那个 你还记得吧 我知道 是这样 本来讲你要是前后我们看都没有问题 可是你要遇到网金名嘴测译 给你剪接一段就有问题 我还在讲是什么 你知道 我后来发现 国中毕业没有升高中的 他的吸毒的比例 比有升学的九十九倍 台北市的数据 那九十九倍你知道 你想想看如果国中毕业 他没有去念高中 没有去念高职 你把那个什么智障的 或是说那个身体不好的什么 或是说他已经去公司上班了 他就是 他就不喜欢念书 可是他安安闻去上班 你把他扣扣扣掉 剩下那一批人你知道 他日后吸毒 他吸毒的百分比就好 比那个在学校念的 是好几百倍 所以当时我在当市长的时候 我就说 我们应该要关怀这种学生 你要关心他 你不管找慈悸的来帮忙也好 你就是要看着他 关心他 为什么 他在高中这个阶段 吸毒的比例这么高 你给他继续 如果这种人继续没有人理他 在这个社会下去 最后发生什么事 所以为了这个你知道 我当时在台北市 设了三个地方 一个是北投的 姓名国中 然后那个 台湾大学旁边那个南华高中 后来又去找那个开兵餐饮学校 我就去 我就找那个地方你知道 然后这些 这些所谓 所谓高危险群的你知道 我们就开始想办法要 建立一个叫社会安全网 你就是要 比方说一个礼拜找他来一次 聊天也要干什么 有问题再把 有问题当然再用 转介去把它处理掉 这个系统是要告诉大家什么意思 我们要关怀那些 那些就是在统计上他就是将来很容易偏差的人 人是有关心关怀 他就你不理他 他以后就变坏儿子 你爱他认识他 他就好一点 我来讲的是这个有问题吗 哪个地方有问题 那你就是三明治看太多了嘛 好 那我们紧接着接下来的提问 那我们等一下一次三明治看 三明治看太多了我们 我们应该找一下他那句话原话 他刚才讲那个问题 台湾的吸毒问题 我在当市长的时候 我针对这个问题 我有做了很多研究 第一点 为什么 现在比方说 吸食强力胶 吸食 那个 他那个罪行都判很轻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监狱满了 装不下去 你还说 什么吸食强力胶 吸食其他命 就要把他送去监狱 我记得我们监狱 好像已经钻了六万 还八万人 他已经满到 已经装不进去了 我跟你讲 今天利用这个机会 用吸毒 来解释一个政治的概念 吸毒第一个是 你不要让他吸毒 第二是 如果他有吸毒 他有一个乐界的地方 他出来 你怎么让他 不会再回去吸毒 我一个一个跟大家讲 我做过研究 台北市 我不知道台湾其他地方 我们平均第一次吸毒的年龄 是十五岁 然后从十五岁往前移 这表示什么 一开始我在高中 推动反毒的那个 反毒的运动 反毒的教育 后来发现没有效 为什么 他吸毒是在十五岁 那是国三 九十八百百百百人 甚至假设 九十九百百百人 有念高中高职 只有一百百人没有念 结果吸毒的人数一比一 这表示什么 国中毕业 没有继续升学的人 他后来吸毒的机会是九十九倍 所以后来我就发现 我們台北市高中畢業 沒有去練高中高職 一年加起來大概幾百人而已 後來我就全部把他列管 如果他是那個什麼 智商有問題的 比如說就是那個智障 或者說他是有什麼 生病 癌症 有很多理由不能去念書的 那個先扣掉 剩下的那一些人 我後來在台北市我設了三個地方 北投的那個新民國中 然後那個台大旁邊那個南華高中 還有一個那個現在叫開平的那個餐飲學校 我開始就是說那一些沒有升學的 然後他也不是說什麼因為智障 那些人那些人要特別照顧他 要盯著他看 我沒有說 有時候我們要就是那個所謂盯著看 不是把他抓來站是每天看他 就是說你要有人關心他 為什麼你知道我跟大家講一個概念 我們為什麼要關心這些人你知道 你不關心他 他十年後二十年後就是那個強姦犯殺人犯 所以喔 如果他在那個國中畢業沒有升學 然後如果他有去工作 那個沒有沒有問題 如果他沒有工作在找七頭小孩你知道 要有人去關懷他們 所以我跟大家講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對窮人好 對那種社會的弱勢者好 不是施捨不是憐憫是保護自己 為什麼 你現在不照顧他 他十年後二十年後就是那些 強姦犯殺人犯 所以是這樣啦 從預防 到萬一他吸毒 你知道我們在台北市 吸毒犯我們是有那個 樂界 他被抓到 被送到法院 我們就跟他講說 你有兩條選擇 一個去坐牢 一個去接受樂界 看你要選哪一樣 大部分都選說他去接受樂界 我要跟大家講 要把吸毒的人看作病人 不要看作犯人 這樣才有辦法解決 其實齁 這個都要花錢 你要知道齁 我當時推這個制度 還要去台北地檢署 叫他們喬你知道嗎 你現在就在吸毒進來 你要跟他講說 你有兩條選擇 你到底是要被抓去關 還是要去接受樂界 大部分都會去接受樂界 還有一點啦 我們目前在台北市 如果吸毒要出獄 前半年我們就進去開始追蹤 後來齁 因為我蓋了很多公宅 我還特別選了幾個公宅 就是讓那些從監獄出來的人 去住那裡 為什麼你知道 你沒有盯著他看 他很快就回去吸毒 所以要跟大家講 複雜的問題 沒有簡單的答案 你要從那個事前的預防 適中的治療 適後防止他再回去 每個地方都要寫計畫 要怎麼做 然後一個一個去實施 所以從學校的輔導老師制度 反讀教育 到那個整個吸毒的樂界系統 到那個吸毒犯 出獄以後 快要出獄的時候 怎麼進去輔導他 出獄以後怎麼建立一個社會關懷系統去盯他 還要幫他找職業 我後來我有去找那個福智 福智那個基金會 他們很多點可以收容這些 所以我回答你的話 其實政治沒有你想像困難 重點是要認真工作 認真工作 好 謝謝 那我回去再找好了 聽起來柯文哲他把他救回來了 他把他救回來了 是救回來了吧 他本來講的意思沒有偏離太多 那用語沒有那麼的妥當而已 對 但是確實他把他救回來了 我自己的感想就是 他一開始講那個失言的那一整句 大家可以聽到後面那個垃圾的聲音 真的是沒剪過 那是完整的一句的失言 我覺得那個東西就真的是失言 哪一句 就是 20年後變殺人犯的一句話 就那一句 那個是 那一整段是沒有再去剪過的 那一整句來看的話 他確實就是失言 完全就是失言 這沒有什麼好講的 那你看到柯文哲 就像他講了一些我們覺得是失言的話 可是他的沒有 他民調完全不會受這個影響 我覺得有很多次的事件 都是出現這樣的狀況 為什麼會有 就是可能柯粉或者是那個 我們就直接講 可能塔綠班之類的 兩派人馬在講說 就針對柯文哲的某一次事情 在吵說他的意思到底是什麼 我覺得都就是跟這件事情 完全一模一樣 就是會有一段話 他就是失言 他確實就是失言 他背後的那個整個脈絡 他又卻又是對的 OK 就是你必須要去注意這些人 他處在一個高風險的環境 所以必須要特別去關懷他 這整個脈絡是對的 然後就會出現那一句話是 他就是政治界的曾博恩 曾博恩很喜歡講這種玩笑 就是會講一些飾演玩笑 可是背後脈絡不一定錯的 所以我就覺得 真的是有很強的既視感 這怎麼好像這件事情 一直在發生一直在發生 而且民調值會越來越高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 為什麼我覺得我這次很看好他 就是我覺得柯文哲他完全符合 有網路世代的模樣 網路世代的人出來就長這樣 就是非常非常敢講 非常非常敢做自己 然後他就是我就是做自己 然後我粉絲就是超級愛我 所以我不管講什麼東西 粉絲都會聽 然後每一次的言上 只會讓他變得更強 他不會被燒死 這是網路世界的人特性 浴火鳳凰 然後賴清德就是一個典型 傳統時代 電視時代出來好了 電視時代出來的人 在電視上都要被電視台 被經紀人包裝著一個非常完美的形象 那那形象只要有一點點的破綻 他就會直接出局 他就會直接出局 因為大家會覺得 幹你之前都是演的 可是那本來就是演的 可是大家就不能接受 你跟你之前演的形象不一樣 網路時代的人 從頭到尾就不演 他都只做自己 所以大家喜歡的 就是大家看到那個樣子 但是可怕的就來了 在螢光幕前面的人 哪一個人不演 對啊 只是換了一個媒介 因為網路時代的媒介 是這個 大家都以為他很真 對 其實那也都是演的 比如說證伯恩 凱莉 這些Joeman 真的是大家看到的那樣嗎 大家是覺得他們好真 可能其實大家也沒有 大家很多人就沒有意識到 那個也是一種表演 對啊 現實中的這種凱莉 跟在螢光幕前面 其實是有一點不一樣 因為我跟洛毅看過凱莉本人 不要講凱莉 我覺得我自己也不太一樣 洛毅本人也不太一樣 就是我可能也不太一樣 畢竟這個我們都知道 這個就是在大眾 畢竟就是在大眾媒體前面 去做這些資訊傳播嘛 所以我們一定會做一些方式 讓我們自己想要講的話 更容易被大家聽進去 對啊 只是網路這個東西 它讓這一層濾鏡變得非常 非常不容易意識到 所以很容易大家就會覺得 啊洛毅平常就是這樣子的人 或者是貴智平常就是這樣子的人 但其實我們也知道我們不是啊 對 我覺得這是一個網路時代 大家要一起來重新學習的 我可以說是媒體試讀的東西 對 對 那柯文哲還要講什麼東西嗎 比較特別的地方 想不到最後一點 比較特別喔 哇 那這位柯文哲前面證件報告的時候 他報告如何 也是同一個簡報到處用嗎 我真的不知道它是不是同一個簡報 但我覺得理論上應該是 就是 洛毅現在陷入了憂慮之中 沒有沒有我累了我累了 我今天早早起床 我自己覺得這這場就是 反正就典型科文哲嘛 就是他會有那種煞有其事的跟你說 我跟你講啦 然後接下來他講的內容就是 就大家都知道的東西 就是說未來五年什麼 Microsoft最厲害的產品是ChatGBT OK 我就 我就在想說 這個東西我要寄嗎 那他講這個東西是為了要講什麼 他講這個東西主要是在談低薪的問題 他認為說低薪的問題主要是台灣產業升級的失敗 那其中包括一個問題就是我們教育出來的學生 就是市場不要的人嘛 就是他他剛前面我們剛前面有聽到那個什麼 大學的那個的那個問題 大學要不要收掉那個問題 他也在講一樣東西就是覺得說一堆人都跑去念高中 去念大學然後去念一些研究所 然後但是跟市場的那個差距實在太大 所以才會就是 你有很高的 一堆人有很高的學歷 可是市場不要 他的邏輯就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 然後ChatGBT要出來了 所以我們該做什麼事情不要 他在講ChatGBT 他其實是想要談產業 你要升級 你就要引入自動化跟AI 就如果你 如果你就是做得很辛苦 就是然後你引入了自動化跟AI 你還是做得很辛苦 他的看法就是覺得 那你就是要被淘汰掉的產業 就這樣而已 OK 我現在反應跟廷義一樣就是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要說什麼 就是 我可能等一下錄完之後 我再去找原文來聽 不然又要被說曲解 我們如果被列為三明治的話 這樣 對節目也是個傷害 對節目也是個傷害 我覺得不過因為單 如果只是這樣子聽完的話 我也覺得 那我覺得很困惑就是 如果大家都自動化的話 那不是DC的問題 反而更嚴重嗎 因為第一階勞工就是最容易被取代的一群人 對啊 那怎麼用自動化去解決這個問題 對啊 他覺得第一階勞工最後也變 20年後也變殺人犯 你這個就是柯黑你看 哈哈哈哈 比如說 Uber現在就在做自動車 自動車的Uber 那以後Uber叫來車全都沒有駕駛的時候 那些本來開Uber的怎麼辦 對啊 以後外送如果都可以用自動化方式外送 那那些外送員怎麼辦 對啊 在我前面其實有一個同學提問 他本來看起來是想要辛辣一點提問 那他提問後來就沒有想辛辣 大概是說那個雙 雙層論壇 就是當初說 這個共機如果繞台的話 就不能動用雙層論壇的經費 那為什麼還辦了雙層論壇 他的問題大概是這樣 然後柯文哲就是 就很認真回答說 保衛台灣領空又不是台北市場的責任 那個飛機飛來飛去 蔡英文為什麼不把他打下來 然後全場就拍手 非常可怕的回答 如果真的把他打下來的話 根本不就直接戰爭了嗎 全場反應是好的 可是就令人印象深刻啊你看 但是重點的問題沒有回答到 就雙層論壇為什麼還是辦呢 重點應該是為什麼他可以不甩 台北市議會的附帶條件 附帶決議 對 而且對於一個開戰守則 到底長什麼樣子 他也其實也沒有講很清楚 就是說為什麼把他打下來 他的概念就是 那件事真的這麼重要的話 那你幹嘛把他打下來 那既然沒那麼重要的話 那我辦雙層論壇什麼關係 他的概念就是這樣 我看全場買單 對買單 全場是買單的 我們本來有想要問 那金子什麼問題嗎 本來是想要問他 居住正義那個 就是那個社會住宅20萬戶的問題 就是20萬戶 然後作為住宅其中有很 其中有一個塊是靠什麼包租代管 對對對 很多人覺得是來灌水的 對 但是因為他提早離開 沒有機會問到 就只有三題啊 他們只給問三題 然後挺有舉手 但是沒有人 沒有被點到 因為畢竟在金德提早離席 所以我們表達 所以法律白話運動才是表達 強烈的不滿 對青年如此的不重視 全場有三四個人 三四十個人舉手 真的是太難了 嗯 太難了 好啦跟大家講 我們不是柯文誠實在舉手 我們賴清德也有舉手 都有啦都有 但是賴清德人家提早離席 人家副總統有國政大事要忙 我算了啦 欸身為一個 身為現在以新聞人質 其實覺得這很不OK 真真覺得不OK 嗯 好的 今天整場聽完 那你的感想是什麼 今天整場聽完喔 嗯 你的想法是什麼 我的想法就是 就是 政黨為輪替啊 哈哈哈哈 現場的反應好了 現場的反應 賴來的時候 比較嗨還是柯來的時候比較嗨 喔 真的是柯文哲嗨很多啊 真的是嗨很多 就是他遲到啊 他開始進來遲到喔 然後現場還會鼓噪 就說他怎麼可以遲到 對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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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要解釋一下 那個嗨不一定是正面表裂 正面表裂 就是那個嗨 是好的嗨還是壞的嗨 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是壞的嗨 你讓他講這樣講 那我自己感受 體感上 我覺得正面的嗨還是比較多 真的喔 就是有負面的嗨也有正面的嗨 但是正面的嗨還是比較多 有種是 啊啊耶 有種是 對 就是前面啊那種的 我覺得就是現場 就是你可以感受得到 有一部分的人 真的是不喜歡他 有一部分人喜歡他 可是就算如此 就算如此喔 當他在前面 就是像 像就是表演他自己的時候 就是就是開始出一些 就是你知道 柯文哲的那種戲碼的時候 嗯 台下還是就是 大家都是一堆人在笑 那賴清德講 整個氣氛就是 你感受得到 賴清德的時候 場子是比較冷的 很冷冷非常多啊 OK 因為我們看新聞 有些新聞就說 柯文哲一來 很多人就走了 然後寫功課之類的 這不是實情 寫功課 對啊有一篇新聞這樣寫啊 有一篇新聞就是說 賴清德來的時候 大家都歡呼 然後柯文哲一來 很多人就低頭寫功課 喔這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你在現場 你的感受是最真實的 我們要的是真實的東西 我感受起來 是柯文哲整場的表演比較好啦 就是 雖然他就是 就像你講啦 他會講那些東西 可是真的不傷 嗯 對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值得思考的事情 嗯 就是我覺得我們 我們做節目的目的 目的不是要去捧 賴清德 或捧柯文哲 或去貶低這種一個人 所以我們要把真實的情況告訴大家 嗯 就真實的情況就是 柯文哲的失言 不會造成他扣分 對 可是賴清德的無聊 一直就阻礙他的加分 對 我覺得真實情況是這樣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他們自己 要去承受這個 這個後果嘛 選舉就是這樣嘛 是 對啊 嗯 好 所以我覺得正 所以結論就是他們兩個政見 都不值一提 都沒有讓你留下印象深刻的部分 我覺得 我覺得最有趣的就是這一點 就柯文哲講他的政見講得很少 可是 只要有講到政見的東西 他都有辦法留下 就稍微留下印象 嗯 對 你可以隨便舉幾個例子嗎 我覺得一個例子就是 他在回應那個問題 雖然他是沒有實際回答問題 他是說 批評大傻幣政策 嗯 就是 他覺得那些私立大學 應該要關的就要讓他關起來 但是那個賴清德他不是說要補助嗎 對 不是要補助學生嗎 對 所以他後面就是會 會提說 就跟他對照起來啦 跟他的政策對照起來 就會變成是 他就講一句 就說不要為了短期利益 犧牲長期利益 不要為了政黨利益 犧牲國家利益 不要為了個人利益 犧牲多數的利益 然後 這個國家 需要很長的計畫 而且很堅定的走下去 就是他在做這個政策的 對照的時候 他有辦法用一個 很漂亮的東西 就是讓 讓他整段論述 被留下記憶 對 但是賴清德的話 我真的記不起來 就他全 從頭到尾的分享喔 全部都是 都是政策的介紹 可是我真的記不起來 所以賴清德也有提到 這個私立需要補助的事情 他沒有 他沒有提到 應該說他有提到 可是他 就是很像是那種報告式的 喔我必須要注意 要把這一句放在這裡 我有帶到他 嗯 對他有很多的政策 都是用帶到的方式 好啦我覺得現在選舉正要開始 我覺得選舉現在才開始 對現在才開始 因為前面就是 周圓不知道在衝彈小 對現在藍白要合了嘛 對 對 那突然不知道怎麼下去 突然氣氛變得很沉重 不是氣氛變得很沉重 我是說就是反正接下來就 精彩就來了嘛 對對 這個禮拜六過後 一定會有個一番決定 對 一個裁定 嗯 然後讓終局之戰 會輪廓變得更加的明顯 郭台銘再也不重要 不知道 對不知道他到底想怎麼樣 假設郭台銘也登記的話 會有影響嗎 一定還是會啊 對啊 更容易操作氣寶吧 對更容易啊 我覺得郭台銘如果在的話 對國民黨來說 就藍白來說更加分的 因為有個危機感在那邊 就比較容易 他們也不要容易號召 就是前男前前白這些人出來 那藍白和 就是看藍白和能否發揮動能 我不知道欸 我真的不知道 那你覺得如果郭台銘出來的話 他票數會跟宋楚瑜一樣嗎 人家連署就破百萬喔 沒有他就最後他比宋楚瑜低 哦 對就TDL不合格的 TDL不合格大概就是幾 九十幾萬 就是比宋楚瑜低一點 OK 反正接下來就等著看吧 反正想要多聊一點政策 但時間差不多了 對 好啦肉依你覺得聽完聽藝這樣講 你的感想是什麼 我的感想就是 我們接下來就是要 就覺得比賽正要開始的感覺 那接下來你會關注什麼焦點 沒有我一直都關注兩岸跟外交 嗯 還有國防 這我最在乎的事情 對 所以我很想要看他們藍白和之後 兩岸國 國防外交政策會有什麼樣的調整 你關心的政策是兩岸國防外交 對 這是我最在乎的事情 這我最在乎的事情 這個會是影響你投票的事情 對 這是最有關鍵的 那如果賴清德或民進黨 嗯 他在兩岸國政策的 這些國防外交政策不OK的話 嗯 你還會含淚投過賴清德嗎 可是現在狀況是他們的政策我OK啊 預設假設啦假設 那還是要比較嘛 對 你還是要比較他們的不OK 跟另外一邊的不OK 誰比較OK啊 哇 當然蚊子 對啊 就一定是比嘛 所以我不會說藍綠一樣爛啊 OK 我不會輕易丟這件事情 就是要比嘛 我跟你講每個事情都 每個價值 大家一定都有在乎的牌的先後順序嘛 對啊 還比說我們這個國家政策100個 你最在乎哪 哪前面有五個 而我最在乎這前面五個 是我最看重這五個 誰比較好嘛 對不對 所以有可能 比較下來可能 我隨便舉個例子 對 好比說A政黨有46個政策 我覺得比較喜歡 B政黨有54個 但是那46個政策裡面 有20個是我認為 全面最重要的 那我可能就投A政黨 因為我有排序啊 對啊 所以我覺得我要跟觀眾講的事情是 你在乎事情到底是什麼 你自己心中最在乎的事情 到底是什麼 你心中有沒有一個排序 我們不需要對這個政治任務 百分之百了解 因為那是不可能的 但你在乎的事情 你最在乎的前三個 前五個價值 跟議題或政策 他們的想法是什麼 我覺得這樣就夠 那婷毅你在意的是什麼 那婷毅你在意的是什麼 我在意什麼 現在什麼都不在意了 你在意 你在意 婷毅在意 若毅嗎 節目上在那邊亂撩 我一直都很在意啊 婷毅很愛我啊 我知道啊 不是 我每次下班的時候 婷毅就說要抱一個 他從來沒有說抱我 婷毅從來沒有抱過我 婷毅就抱一個 自己說有沒有 才沒有 你們就有 你們就有 有幾次你就說抱一個 這不是我吧 這就是你啊 不然就是有時候 我自己的錄音他會走過來 肉依 帥 他就走了 這辦公室每個人都會做事 愛傳還沒有跟我說過一字帥過 你看 我覺得被 我覺得被邊緣化 被排擠 我跟郭台銘一樣 跟郭台銘一樣 被邊緣化 我們藍綠白打得火熱 對然後我就在旁邊 你那個首富 哈哈哈哈 在旁邊就是默默的 默默的自己在那邊打臉鼠書 然後跳抖音舞 可憐啊 可憐啊 我自己覺得 我在意的政策就是會比較多 就是我還是會 除了兩岸外交什麼的 其實我還是 我還是很在意就是內政的部分 因為我覺得內政部分 還是真的會影響到大家生活的 我自己覺得民進黨的內政 我不要說他爛好了 可是我覺得沒有搶到就是讓大家 好像讓大家一定會很想要繼續投他 我覺得這是事實 因為內政就是沒有什麼 好喜歡民進黨的人 可能會覺得沒有什麼特殊感 可是不喜歡民進黨的人 就該去找一大堆理由 什麼什麼的 那今年看 這一次選舉我覺得看下來 我覺得國防牌 兩岸牌好像不太會有用 對 我自己覺得不太會有用 所以我自己的分析是我覺得 嗯應該 應該是蠻 蠻有可能換人 換人當總統 對 這是我自己看法 好啦 好啦 我剛剛不是講完了嗎 喔 我剛剛不是講完 他沒有想要再rebattle 好啦 我覺得 反正接下來選舉這兩個月 我們還是繼續跟下去 所以還是有很多新的議題 我們都還是會跟大家討論 這樣子 我們還是 接下來的 接下來我們會繼續去追大家講 這些候選人講的政見 然後我們還是會繼續走他們的政見裡面 去找出 繼續去找就是哪一些可能適合我們討論 那我們就把它放上來討論 那我覺得今天這樣討論下來 今天剛好 然後今天我們派敵人去現場 去現場 然後這樣下來 我們今天最大的說過就是 柯文哲變了 藍綠一亮爛 藍綠終於沒有一樣爛的 因為綠的更爛 對 在他的想法 至少他把這句話說出來 嗯 就是印證了若毅之前講的事情 柯文哲之前雖然說藍綠一樣爛 可是他心中想的其實是 綠的比藍的更爛 對 那這樣也很好 至少他把它講出來 好那我們今天就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掰掰